大家好,我是小娜 听说我们山西这边的猪肉呢 最近又涨价了 咱们去村里问个大妈吧 看看猪肉最近涨了是多少钱 他们对这个一直涨价有什么看法吧 大娃,你家里几个孩子啊 我三个 你都是啥 爷女俩小 都在外面里吗 嗯,都穿过些人 那平常就是你老两口在家里 嗯 多少年龄了,今年有 今年六十八了 什么 村里生活开始大吗 哎呀,孩子也不小 一个月才能花多少钱 哎呀,一月月就是那 日期不快下 是吗 那平常你吃啥东西多一点 爱吃肉吗 哎呀,喜欢吃肉 这一段时间贵了嘛 猪肉 那你啥时候去买的猪肉 哎呀,前两天买的 前两天买多少钱啊 27是26呢 27,26呢 嗯 是 那 猪肉还好说这里 是吗 长了多少钱 哎呀,我应该 一下片费起来包 嗯 我以后就猪20块钱 这个时候了 多了,长 嗯,20点 我喝个 老子吃八块 喝个买肉才八块钱 七块五 盖再放,石头再放进 你看,这就要得了 27 27了 你可不说猪20块钱 这个时候了 那肉长上去了 那对咱来说 你还会不会像以前那样 就是 没有以前吃得得了 没有以前吃得多了 不吃猪肉了 该吃别的了 可 吃啥了 吉他也折 菜也折 就是在院里 特别胡费点菜吃点 你先吃他折到多少钱了 不知道 这个五块鸡了 五块,五块一二好像是 都不算贵 是吗 鸡蛋便宜的时候 两块八,三块多 哎哟 都十二块多 那你啊,吉他不是一块九啊 还有一块九的时候 一块九的时候 好啊,你知道买得什么吗 一家都是大空一空 就买一大空 还是得劲 那咋吃的 我就是腹舌 咋就是 哎呀,咋就都吃了 我呀吉他特别便宜 是吗 那今年猪肉是贵了 今年吃了 贵了咱不吃好 以前的时候一个月得吃几回 哎呦,我爱隔一掉就吃完了 隔一掉就吃完了 啊,尝尝你肉饺肉饱的 是吗 现在就不说别的 连猪肉下的饺子都 包子都不敢吃 啊,太贵了 虽然猪肉涨价 长得很厉害啊 就像我姑说的 人家有工资的 还是照样的吃 但是村里这些农民 收入少的呢 就会盘算着吃 或者是少吃一点 尽量自己家里种一些菜啊 或者什么的 代替肉来吃吧 你们那边 现在猪肉什么价格呢 这里是农村一家人 下期我们再见